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杨阳帅气亮相,第三张照片太迷魅了。 杨阳近日出席某活动,在现场杨阳身穿黑色西装比挺帅气。 搭配丝带领结文艺复古。 现场还获安全驾驶宣传员称号。 作为安全驾驶的倡导者,杨阳建议大家开车时使用小度小度语音交互功能。 动口不动手。 现场杨阳还向粉丝喊话,这么多年来不管我走到哪里,都有你们一路的陪伴和支持。 太暖心了。 杨阳自从拍摄了盗墓笔记之后,她的事业也是顺了起来。 先后凭借旋风少女,微微一笑很清澄让她迅速窜红。 成为万千少女心中的男神。 每一个笑脸更是能够迷倒万千少女。 让无数的女粉丝们和耳蒙都快要爆发。 有好多的粉丝是从微微一笑很清澄开始喜欢杨阳的。 主要是喜欢上她的阳光帅气,最开始对她的印象是高冷。 是和肖奈一样的高冷。 再帅气的人也会遭遇抵回于抹黑。 自从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上映以来,杨阳就被人各种黑。 但这一切并未影响到她过往参演作品的深情演绎。 关于杨阳你了解她多少? 你最喜欢她参演的哪一部剧里的角色? 有人说她的演技和颜值一样,亮眼有人对她充满着很大的期待。 你如何看待杨阳的演技?